小敏家的徐政范士奇在七年前可不是好惹的角色 这是2015年中韩梦之队的综艺片段 范士奇因为不满裁判判决当场发飙 同时也让在场的韩国人知道 他可不是省油的灯 其实这个综艺本身就有很严重的清韩趋势 节目虽是中韩合作拍的 地点却选在中国明星人生地不属的韩国 为了完成拍摄 范士奇所在的中国队 不仅要学会日常交流的韩语 还要舔着脸到韩国大街上给自己拉人气 整得他们还没正式跟韩国队见面 就已经死气沉沉 范士奇还算乐观 经常在队伍里各种搞怪活跃气氛 即便遇到韩国队 也会有嘴滑舌地跟队伍中的漂亮小姐姐打招呼 在比赛中 他又立刻化身成为游戏达人 一路过关斩将突破新纪录 引起队友振振欢呼 但不知是否表现太亮眼 他在一次口吹足球比赛中 遭到韩国队员的恶意阻拦 被夺球 被手阻拦进球 韩国队俨然一副输不起的样子 点球时 韩国队员又往范士奇脸上招呼 但那时范士奇都还以为是意外事故 没有生气 直到对方开设了第二次点球 这次点球 范士奇及时用双脚夹住了球身 阻拦了韩国队的第一轮进攻 原以为这样就能防御成功 谁知对方突然来了个补射 原来在国际足球比赛中 韩国队的这种间接点球 是可以进行补射的 但足球新手范士奇 并不明白比赛规则 裁判也没有给他补充相关知识 这才让对方有机可乘 对于这种结果 范士奇很不满意 加上之前被韩国队针对的种种经历 他于是在赛场上爆发了 不是你什么都不想 我们知道什么呀 裁判最后迫于压力 只好宣布此球作废 而范士奇在为队友赢得胜利机会的同时 也让韩国人体会到了 他的强硬态度 在娱乐圈跑了十年龙套的范士奇 怎么突然就火了 他出演的电视剧《小敏家》 有周迅和黄磊加持 自己又凭借POA男徐正成为年度阴影 网上关于他的讨论度 不亚于当年的家暴男安家和 一些人系不分的观众 甚至打出了徐正滚出娱乐圈的口号 从航空公司不要的预备空乘员 到现在备受争议的徐正范士奇 他值得吗 范士奇出身于吉林的一个单亲家庭 小时候学过萨克斯 在校曾是乐队成员 但因为玩心太大 他从未接受过正式的音乐培训 2012年刚从空乘专业毕业的他 因为歌子太高 不符合空乘员标准 他只好铤而走险 开启歌唱事业 2013年 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范士奇 因为在快男中吼了两句 至少还有你 直接被黄岐山选中收吐 后来又跟新疆歌手居来提组队 一直打进快男前十强 一度威胁到华晨宇的地位 但可惜因为专业能力不足 他被迫止步六强 趁着快男热度还在 他又跟张翰 吴应杰合演了一部爱情科幻剧 不一样的美男子 可谁曾想 这部剧是一部惊世大雷剧 里面张翰的一个标志性笑容 大家很有印象 据说因为这个笑容太损形象 张翰一怒之下起诉了 使用这个表情包的暴走大事件 连主演都翻车 更别提范士奇这种二三番男主了 自此之后 范士奇在娱乐圈沉寂近近十年 你或许可以在张萌的狗血三角链中 瞥见他的名字 或者在各种电视剧中 看到他客串跑龙套的脸 但你绝不会把他跟走红两个字绑在一起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几乎要被时代潮流吞没的小胡卡 却在2021年的电视剧中再度翻红 这或许就是 卧薪尝胆十年不晚吧 范士奇原本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黄子涛 如果他不那么值的话 在几年前的一档综艺中 范士奇因为相貌原因 受到一位韩国女嘉宾的喜爱 当范士奇出于礼貌 回应了女嘉宾的喜欢时 对方脸红的香在滴血 虽说当时两人正要比赛 何况女方已经主动表达了爱意 范士奇于情于理 都应该让着对方一些 可到了节目中不是这样 眼中只有胜利的范士奇 转身就把女方狠狠地摔在沙地里 沙队中溅气的尘土 看着都让人心疼 女方打不过她吗 并非如此 她只是出于对范士奇的喜爱 不忍下手罢了 等到下一场比赛 女方轻而易举地 便把她掀翻在地 而且她表示 如果自己赢了 希望能获得跟范士奇交往的机会 这种剧情如果放在爱情剧中 早就让观众磕得要死要活 但放在范士奇眼里 却意外激发了她的斗志 在最后一轮的比赛中 她为了赢 连这种手段都用出来 仿佛在她眼里 对方不是女孩子 而是一个穷雄极恶的魔鬼 不仅对韩国女子如此 她对内地明星也是这样 2015年范士奇与张萌 在恋宗 如果爱中大秀恩爱 结果范士奇的一个小动作 却让张萌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出来节目的范士奇 可是连问都不问 直接把花印在给她的 不可否认 范士奇如今常有绯闻在身 但她骨子里的那股直男气质 是添加100个黄渤都抹出不掉的